嗨 大家好 我是Dana 我們今天又來鼓車囉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體驗汽車胸口頻道 今天要鼓什麼車呢 就是2014年出廠的福斯Golf7代 走 直接帶你去看車 經理術一定會影響車 我們三個優點 三個推薦 但我覺得我滿身太戰車了 我試試看 好不好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這個經理實在太吃力了吧 Golf7代的引擎形式 有分1.2 TSI 跟1.4 TSI 還有1.6 TDI 跟2.0 TDI TDI是柴油的版本 再來就是性能車 有分2.0 GTI 跟2.0 GOLF R 今天介紹這台是1.4 TSI 這台車的車主換新車了 所以就把載車賣給我們 目前公里數來到112500多公里 現況目前有兩個地方需要代修 左前大燈下掉了 左邊比較亮 右邊的沒有亮 第二就是變速箱電磁法體故障 目前現況開的話都還沒有問題 我們直接先倒入試駕了 就像我在為您詳細解說 剛才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變速箱的電磁法體故障 主要是以法體的電腦為主 也就是電腦故障 法體電腦故障會發生什麼情況 主要是車子在一般道路行駛之後 只要水溫有到達工作溫度 那比如我們下車去超商買東西 我們車子是不是會熄火 之後再上車 這時候我們引擎發動 打D檔或是打R檔 它都不會前進也不會後退 這就是電磁法體故障了 簡易的排除方式就是 車子停在原地 熄火休息二十幾分鐘 再發動 就是讓它電腦歸零冷卻 但是主要的話還是要修理變速箱 原廠維修報價的話是 九萬左右 外面修理廠的話大概是一半的價格 而且一樣都是有一年的保固 我們目前開起來的狀況都非常正常 底盤沒有異音 變速箱現在也是正常的 那怎麼會知道電磁法體故障呢? 是因為我們當初在買車的時候 就有插過電腦了 電腦的故障碼會列在這裡 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車子的配備喔 第一它有自動感應頭燈 第二它有定速巡航 第三它有多媒體控制鍵 四它有藍牙影音 第五它還有行車電腦 會告訴你目前車子的一個狀態 第六還有左右獨立恆溫 可以吹不同的溫度 是的 代速熄火裝置 電子手煞車以及Auto Hold 自動感應雨刷以及大燈清洗器 以上大概就是這些配備 我們這台新車價呢 當初是122萬 引擎形式是1.4的渦輪增壓 雙突輪軸 變速箱是自手排7速雙離合 它的最大馬力是140匹 扭力是25.5公斤米 前輪驅動的 歐系底盤在走這種山路的時候 不管是加速還是過彎的時候 都覺得底盤非常紮實 1.4的先輩小車來說 這台車的安全性及性能 其實都優於一般的房車 所以即便當初購物變速箱很多問題的時候 還是很多人喜歡它 因為它的車子真的就是很好開 OK 那我們目前開起來都沒有問題 明天就要準備進場維修囉 維修變速箱大概是三個工作天 這台車我們對車主收購的價格 包含維修以及整備的費用 成本約莫在30左右 最後的開價是45萬8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對於您家車子想了解估價行情的話 請私訊我們小編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